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們看這個昨天信永哥物語 在臉書說 這個雙北現在的選戰 究竟是雙北雙贏 還是雙北雙輸 實際上雙北的選戰 這一次錯綜複雜 然後呢 柯文哲 仍然有可能舉辦 這一個兩岸的論壇 那同一時間 柯文哲主打的 兩岸意識形態的路線 在臺北市也會影響到 這個新北市的選情 不過新北市的選情錯綜複雜 在文大的宿舍案 都發覺說違規使用 所以侯友宜 真的很有可能會去解約 解約之後 雙北的選戰 真的會受到衝擊跟影響 這一次雙北的選戰 再過四個多月之後 就要選舉投票了 雙北的選情一旦告急 實際上綠營中央執政的 其中考防守線 就會退守到中臺灣 而中臺灣的選情 如今為止 仍然錯綜複查 這場選戰 背後有多少 不會人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 台北市議員王威中 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是黃瀚同學 觀眾大家好 再是台北市議員王下維 大家好 再是康漢俊同學 大家好 再是阿仔豬學和 各位大家好好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秉持兩岸一家親的信念 加強兩岸交流合作 建構兩岸命運共同體 去年由上海方主辦 一年一度的雙城論壇 這回輪到台北來辦 但在柯文哲說出兩岸一家親後 雙城論壇對深綠選民來說 已經不只是兩個城市間交流 獨派人士不滿柯文哲的兩岸論述 指控他墨綠變紅了 拿拖鞋攻擊他 而且近在咫尺 今年地點在台北 到時候這樣的抗議 恐怕如影隨行 就怕到時不只是拖鞋 柯文哲擔心城抗 更擔心激化意識形態對立 一不小心引發深綠前綠反彈 不可諱言 面對年底選舉 今年的雙城論壇辦得如何 說了什麼 一定牽動選情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 他明白講 大陸也不是上海決定 也是北京決定 上海也沒辦法決定 所以每個都在下棋 下棋的後面都還有老闆 在這地方寫作國家機密 他必須要去兼顧這些綠營支持者 的一些看法 所以他會採取一個 比較低調的舉辦 第一個 我肯定不參加了 第二個 我即便參加 我也不會再講那些 兩岸一家親的話了 很有可能降低層級 就怕一步錯 步步錯 但原本都在七八月舉行的 雙城論壇 至今仍在談判當中 來不來得及 不知道 柯文哲似乎以託待變 小心謹慎 才是上策 記得陳一軒 吳一軒 臺北採訪島 好阿仔 我們看雙北的選戰 現在錯綜複雜 一方面 姚文智六月二十三號造勢之後 能然這一個相對上 影響綠營 這個深綠基本盤的選票 那同一時間 柯文哲在兩岸路線上 顯然也跟綠營分手跟分歧 那偏偏喔 整個選戰錯綜複雜的是 文化大學宿舍案 監督發局已經正式發函說違規 對 我們先直接看 柯文哲最近似乎又想要 重新從天平的另外一端 再稍稍擺回來 因為對柯文哲來講 其實他的反應很明確 就是選舉跟你的立場 就跟算是一樣 右邊多一點 然後這個左邊就會多一點 左邊多一點 右邊就要多一點 所以現在他的考量 你不會覺得 我們原來都以為他不會 再辦雙城論壇了嗎 但是為什麼他最近 忽然間在受訪的時候 又鬆口說 有可能我們如果要辦的話 挑一個一手難攻的地方 那表示他上一次 在綠色和平電臺的道歉 讓他扣分了 可是如果他堅持要舉辦 雙城論壇 會不會那個扣分可以再回來 如果能夠再回來的話 也就是淺然會向他集結 在他的精算過程當中 是不是這就對他的獲勝機率有增加 那柯文哲最近的新聞是 他又開始海選了 他的海選是 徵召新的人才 包含了什麼影音部落客啊 包含了網路的這個意見領袖啊 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這個新聞 這又是一波接一波的狀況 你看他連口號都講啊 這個主要發酵在網路 這又是另外一波網路行銷公式 因為應該這樣講 第一個你臉書貼出來之後 你的口號出來叫 join team team kp 就是科批團隊 那臉書上貼了 然後ptt就討論說 大家各位這個魯蛇肥仔 要不要去加入他的公司 要不要去加入他的競選團隊 因為給的薪水還不錯 四萬二然後甚至有人到五萬六 然後有很多就是跟網路相關的 所以第一波臉書 然後第二波ptt接力 接下來如果真的要海選 請問他可不可以用公開選舉的方式 就有點像我們之前那個石敬秀啊 是不是真的海選 就是大家在那邊各自表演各自的專業 請問這是不是又發一則新聞 請問這直播是不是又可以把科批在現場的 評審過程再加上去 所以柯文哲這一波的整個造勢跟宣傳 看起來還會有一波接一波的後續效應 那再來就是同樣時間 不要說我們不給姚文智這個空間 姚文智最近出來的新聞 就是說柯文哲用整個市府的很多個團隊啊 一起在協助他競選 所以絕對不止兩千萬 但很遺憾的是這個新聞的媒體擴張性不太大 你大概看到幾個媒體報導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姚文哲聲音又消失下去了 但今天真正值得討論的反而是陳水扁那兩隻狗 就是他的勇哥跟勇弟 那勇哥跟勇弟我們必須要講 但你也知道背後血就是陳水扁嘛 那你必須要敬佩陳水扁是 沒想到他不當總統被關了一段時間出來之後 他的選戰分析能力跟話當年的能力其實蠻強的 如果不是因為他不能上節目他還在保外就醫 我們真希望能夠發他來現場講一講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件事情 是他最新的一篇其實把白頭宮女畫當年 他當年跟這個趙少康跟這個黃大洲三人的 就是三角三國鼎立那個狀況 他把背後的這個謎團說了出來 第一個他說的背後是 他在某一個私下見到趙少康的局面 兩個人就兩個人都私下 那個人那時候兩個人是競選對手 但剛好他們碰面了 事實一下交談 他說大概也就是三趴五趴左右 也就是他們自己認為 我跟你勢均力敵 我們可能最後輸贏就是三萬票五萬票 沒想到出來是十九萬票 那為什麼陳水扁要講這個數字呢 原因是因為他要講的是 當年趙少康其實主打的就是決戰中華民國 主打的就是國家認同 跟這個國家價值 跟這一次姚文智的做法很像 但是他的意思是這樣子一打 你不要說姚文智 有沒有當年趙少康的魅力好了 但當年即使趙少康 不管有沒有氣保效應 他最後實際上輸了十九萬票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子 才能夠同樣又打高階的 這個國家認同 高階的台灣價值 然後在台北市還要勝選 坦白講他寫的是不太樂觀 好那最後他還給了一個小小的篇幅 講說綠營在新北市長 主攻侯友宜的房市 也就是他的文化大學宿舍 對那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那勇哥就講啊 不要忘了十二年前哦 2006年台北市長選舉 謝長廷就是主打好龍兵的 我如果沒記錯 好像是他爸爸那個住宿 有什麼有多少個店表 然後抵多少錢啊 市價多少 但結果輸了十七萬票 所以這個陳水扁 前總統出來苦口婆心的講 並不是他缺這個臉書發文數 或是按讚數 而是在他的觀點來看 台北跟新北兩邊的戰術都有錯 那但是可能大家不想要問他 或者也不方便跟他請教 所以他講的是台北的戰術 錯是錯在打到太高的國家認同 跟台灣價值 新北的問題是 沒有針對候選人本身主打 就像上一次打好龍兵的時候 其實你主打的是他爸爸 你主打的是這個好伯春 跟軍宰就他住的那個眷舍 那也不是直接打到當事人身上的時候 他擔心的是這兩個作戰的方式都有錯 更結合他上一篇民進黨的反感度 到了百分之五十三點八 而且還在持續增加 那你在台北市又有嚴重的 蔡英文魅力失效的效應 跌不管是信任度或者是支持度 都大幅衰退的狀況之下 姚恩智本來就逆風 他現在又又變成逆風中的逆風的時候 其實連續兩篇 呃陳水扁前總統的擔憂 就是民進黨這一次 就算國民黨再怎麼不行 你在雙北很有可能不但輸 而且會慘敗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再過四個多月要選舉投票 現在雙北的選戰一片混亂 那昨天新勇哥物語在臉書發表的文章 他說呢這個雙北到底是雙贏還是雙輸 這個是文章的標題 沒想到勇哥最近發文很頻繁 最新了這個昨天晚上又更新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說到底是中華民國保衛戰還是兩岸一家親 他在講的是當年的歷史 就是兩岸跟中華民國的這個統獨議事 究竟在選戰當中 能否這個發酵 那他講的是當年打 這一個國家議事 打到最後 實際上好像不是很妙的戰略 沒有想到這篇文章畫風一轉 轉的是什麼 轉的是綠營現在在新北市主攻侯友宜的房市 那這個是正確的打法嗎 好這個是勇哥跟勇弟的對話 勇哥說不要忘了12年前 臺北市長的選舉 謝長廷主打豪宅 那豪宅是這個好龍斌的爸爸的 這一個當時的將軍宅 結果最後輸了17萬張選票 好這個是勇哥最新的發文 那這個發文真的會影響到選戰的成敗嗎 實際上這個侯友宜的宿舍 今天又有最新的發展 他們是都發局果然發函了 那說這個是違規使用 所以下面要接招的是侯友宜的團隊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土地分區是應該用集合住宅 而不是宿舍 爭議一個月的文大宿舍案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終於做出結論 認定宿舍違反土地使用分區 侯友宜公司如果直接租 在法律上是合法的 那給文化大學再租 就變不合法 可是我說那結構完全一樣 都發局認定大群館是土地使用分區中的 特住三技術住宅 並非這塊地所屬的特住二 多戶住宅或教育設施 違反分區規定 要求文大和業主幼育公司 兩個月內改善 也就是要求幼育公司 不能透過文大出租變成學生宿舍 有可能讓他們兩個解約之後 再讓幼育公司自己單獨出租出去嗎 目前看起來這樣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我想是這樣 事情我跟多發局講說 我們還是要保障學生權益 學生還能住在裡面嗎 可以啊 如果是幼育公司直接租給他們 還是可以 柯文哲幫忙想辦法 但文大宿舍案已經變成選舉操作 一個月來綠營建址新北上參選人 侯友宜違法 侯伴除了表達遺憾也重申 既然認定了就會請幼育公司和文大解約 國民黨議員直指柯文哲暗住綠營 倒楣的是已經簽約入住的學生 柯皮今天就是被利用成借刀殺人啊 以為砍了侯友宜 但是事實上這個刀是砍下 四百多個文化大學學生 其實我是幫所有人解套 幫自己解套 你這樣不然是打臉了前程嗎 還有扁三程 沒有啦這個喔 我跟你講喔 我們也不要去講別人 我自己當三連辦而已 我們也沒有處理啊 事實上坦白講喔 沒有人檢舉喔 我們也不知道 文大宿舍案認定出爐 後續衝擊 恐怕在宿舍改善之前 還會持續延燒 記者總統報導 好偉翰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勇哥 最近接點兩天發文 主要的評論都是雙北的選戰 那其中一個戰略是講到說 台北市的選戰喔 究竟要不要打到國家意識 這一個國家高度 這是一個邏輯 那下面他講的邏輯是 當年選舉有這個 姚文智的師父謝長廷也打過房子戰爭 那主要的房子對象也是政敵的 他說當年是產輸十七萬張的選票 那今年今天最新的發展是 都發局做了決議 我一直跟大家報告 首先第一個 我覺得大家群管這件事情 我認為對侯宇是有傷的 可是呢我不認為這件事情會讓侯宇落選 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我認為他的傷大概在五趴左右 甚至可能更多一點 但是呢這個叫違規 這不叫特權 也不叫做違法亂計 就是說今天很明顯的 譬如說像什麼 像一個警察他喝酒 酒駕以後找人頂包 這種事情不會有人接受的 好那第三個呢就證明了 在我身邊的威中議員 他這段時間講的是對的 也就是呢住二區的這樣的房子 是不可以當寄宿舍的 所以當他已經是寄宿舍之後呢 現在你可以看到今天台北市政府就認定 他是違法使用 那侯友宜已經早就掌握到這一點了 所以侯正寅也判斷 臺北市政府都發局判定他是違法使用的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你看他禮拜六出來開記者會了 他裡面除了駁斥所謂的七大點 當年他的蓋房子的土地取得費用 外接幫他算什麼所謂好幾億怎麼樣 他說沒有嘛 就是兩百萬嘛 那五趴的基林地 因為其他是自己的地嘛 那蓋房子也沒有所謂的一億七 他都講了三千六百萬 好這些之外呢 他有講到一點 好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這個合約書我之後再拿給大家看 他裡面有講喔 這十五年的契約當中 只要雙方合議解約就解約 或者是有不法使用的時候就解約 那現在已經被台北市政府都發局認定 大群館當文化大學宿舍這件事情是違法的 所以侯友宜呢 他會立刻的提出解約 那侯友宜提出解約之後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大群館宿舍裡面有四百二十個床位 那現在已經有兩百多床位 是大二到大四的學生 他們已經抽籤抽到了 那至於文化大學學生抽到了 這一個所謂四人一間 小小五坪很擠的宿舍 是喜歡還是不喜歡 那是學生各自 我看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那就不討論 但是這些人 他勢必就要去找另外的房子 那現在已經七月了 大家放暑假 可能回中南部 臺中高雄 可是我開學以後的房子沒了 所以他們得回臺北來處理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說兩百多個已經抽了 那侯友宜的發展 就很有可能解約嘛 就是說反正暑假 剛好要清空 關姐不是可能解約 是他一定解約 他一定提出解約 除非後續有什麼狀況 讓他不能解約 侯友宜已經在那個記者會 大家可以回去看 他禮拜六下午開了記者會 他講說只要違法 他一定就解約 因為就算他如果他不做 他的意思很簡單 就是今天我們討論這麼多 還是那個基礎對他是有傷的 可是他說我當了警察三十一年 當副市長七年 他是自信自己從來沒有違法過 那事實上大群管在今天之前 他也沒有違法的紀錄 不管是公安檢查 或者是證照也好 有啦被開罰六萬 對你現在講的是說 當時文化大學 來跟他簽的時候的 這一個基礎 今天的認定當時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二零一年之後 並沒有認為他不能當宿舍 不然怎麼簽 教育部怎麼同意他 當文化大學宿舍嘛 這一點大家要先把邏輯搞清楚 就是現在是確定違法的 過去是從未違法的 這兩點我們要把他認清楚 所以他就一定解約 可是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解約之後對學生來講 是會有很大的困擾 而且學生會有怒氣 那怒氣是轉給誰 那就很難說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文化大學剛剛已經發出三個回應 第一個就是說 對於這件事情 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對於這件事情 文化大學他是深感遺憾的 為什麼因為他說過去從來沒有認定違規 從未有認定違規 從二零一年到現在 所以文化大學對此是深感遺憾 第二個就是文化大學 當時下去租屋的過程當中 也沒有任何違法或是有問題的地方 好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第二點文化大學這樣說 都發局告訴我兩個月之內要改善 但是你沒有告訴我怎麼改善啊 難道你土地的這個地幕可以變更嗎 所以他無從改善了文化大學 他現在要反問台北市都發局 你要我如何改善 那第三個文化大學 當然就是跟學生喊話就是說 我們會保障學生住的權益 好跟大家講 四百二十個床位當中呢 兩百多個就是現在的學生 另外還有兩百個是空的 為什麼因為今年會有大一的新生 所以連大一的新生 還有包含了陸生 陸生根據教育部的規定是必須要有宿舍的 所以也就是說呢 如果文化大學無法在大巡館這四百二十個床位 會空出之後 立刻找到替代方案的話 那麼台生會受影響 陸生反而是保障 因為陸生是一定得住宿舍才能念 那台生是有宿舍你就抽 那他現在變成是台生的quota少了啦 陸生還是一定有保障 因為陸生如果不是住宿舍 教育部會把他趕回大陸去 所以陸生是不可能沒有宿舍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那侯友有一方面 當他解約之後 現在他也侯伴也要馬上發一個文 去問台北市都發局 所以現在台北政府的認定是 我的這個大群館是不能當學生宿舍 還是不能出租 是不是連一般的學生來租都不行 又或者是連社會人士附近的麥當勞 那些上班族 要來跟我租都不行 請你一次講清楚 就是我到底是該做什麼樣的使用 那對他來講 這個事情他就必須認賠殺出 他一定會有民調傷損傷 可是他是一把兩面認 就是兩邊都有傷 我想侯友宜的傷害部分我已經講完了 那民進黨政府跟台北市政府的商會是什麼 就是文化大學的周邊是住二區土地地幕的 不會是只有一個大群館 那台北市政府要不要立刻清查文化大學周邊 所有一樣是住二區的 也在租給學生的 你要不要全部清查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全台灣的所有的學校 不只是大學高中也好 在附近住宿的 只要是地幕是住二區的 你要不要全部清查 第三個大群館四人一間五坪 一直都被講很小 那孫昌也講說 如果他當選新北市長 要解決台北市文化大學問題 當然他應該先解決新北市 那這點教育部要不要去把全台灣 目前四人一間坪數在五坪大小的所有宿舍 全部清查 如果這三個沒有做的話 就證明了你這個只是一個選舉的一個 針對性的一個一個惡鬥 而不是說真的要幫學生解決問題 因為你必須知道 我剛剛講到後者 才是真正保障當學生 所以兩面任 我相信侯友宜是有傷 可是呢 蘇貞昌他太拘捏於這一場戰鬥 像阿扁講的我同意 蘇貞昌自己 我都是說了他的執行力 包含迪普科技園區 他的優點他沒有突出 他一直在跟侯友宜打這個仗 而這個仗是一個兩面任的仗 蘇貞昌他並不會因為侯友宜的大群館 這件事情失分 而自己得到多少分 這是我的看法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再過四個多月要選舉投票 那這個阿扁前總統在信用購物 連續發了兩篇發文 前篇的發文是評論雙北 到底選戰的戰略 最後會何去何從的發展 他的標題叫做 雙北雙贏還是雙北雙輸 緊接著不到24個小時之內 又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說中華民國保衛戰 VS這個兩岸一家親 講的是台北市選戰的戰略核心主軸 但最後兩行他講的是宿舍的工房 而且這個永帝是說 綠林在新北市主攻侯友宜的方式 是正確的打法嗎 永哥說不要忘了12年前台北市選戰 謝長廷主打好宅 最後輸了17萬張選票 魏忠議員怎麼觀察 其實剛剛韋翰講說文大宿舍 對於蘇跟侯兩個陣營都是雙面認 我是認同這個講法的 因為的確這個侯友宜違規在先 但裡面已經造成了繼承的事實 就是確實有400多個宣柱在裡面 所有任何不管你是要糾正他這個問題 或是要開罰他的這個機關 還是說你是原本的造成問題的房東 你們都要面對說那這400個人怎麼辦 所以我同意這一點 那我自己是 那我問你喔 你打這個議題有沒有得到學生的反彈 有當然有 一定有學生支持 也有學生反彈 對對兩邊都有啦 誠實的說是兩邊都有 那但是因為學生 學生對於這種政治或法規 其實他本來就沒有興趣去搞得那麼清楚 所以反彈的聲音的確比支持的大 因為他覺得找麻煩 反彈的聲音比支持的大 對我在我自己啦 我接收到的學生的部分 因為他會覺得 那學生會不會反彈你 這個文大的學生跟我講 只是說 第一個是 反正不管你們怎麼吵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影響到我住宿的權利 第二個 也有一些在文大裡面做這個住宿運動 過去可能有做了一年一年兩年之類的這些人 他會說本來大家想要跟學校爭取 合理價格還有好的住宿環境 那個矛頭是指向文大 結果現在這樣政治操作兩邊藍綠口水來之後 變成說好像大家這些文大的學生變成同 跟這個文大的校方同仇敵慨去抵禦外伍了 所以對他們在校內推動這種住宿權益的運動來講 他們覺得是一個妨礙啦 那有這些聲音我都有收到 那我必須這麼說我一直以來對於侯友宜 處理這件事情的沙盤推演有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這個不不認同 就是他一直聲稱說如果被都發局認定是違規之後 那麼他就要走上解約 這個外人乍聽之下也覺得說 對啊那就是這樣啊 可是我現在要說我們從來沒有人質疑 這個侯友宜簽的合約是違法的 我只說他沒良心啦 但是他沒有違法 那既然沒有質疑你的合約是違法的 現在說你違規的是使用的部分 你就把使用部分改成合法就好了 為什麼你要去動你的合約要去解約 然後說是我們逼的 說是民進黨的責任 這是不負責的事情 你是說怎麼改 要怎麼改也就是你剛剛說的 那個都發局發函 不是說你有兩個月的改正期間嗎 欸不會啊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這位議員 我如果是房東太太我一定想說假麻煩 你現在四個月就要投票 我先講我先講我模擬假設我是侯太太 我是房東太太 假設我要收租金 你也大家都知道啊 這種在學校附近租房子都是包租公包租婆 然後圖的是什麼圖的都是固定租金 對啊因為覺得學生會源源不絕 像他們就是爽賺的 對所以侯太太是侯太太是 是臺灣典型的學校附近的包租婆的案例 那於是我如果是房東太太我心裡想說 阿煩情現在暑假也沒空好收 所以暑假已經兩個月過去 然後要投票十幾個月嘛 再過四個多月 所以我了不起中間空檔兩三個月嘛 那我就通通都解約 通通都進空 不是我還要進空 免得誰來查我說 說我不應該放洗衣機 還是什麼鬼東西嘛 我打個岔好了 我剛剛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你可能可以幫自己做決定 可是你不能幫別人做決定 今天侯友宜他已經講了吧 就是說可能你不認為 你不這麼認為他跟他說 他當警察三十一年 而且他是警政署署長 他怎麼可以做出任何違法的事情 那現在大家都在講他違法 所以他很不滿嘛 那所以說我過去二十一年 我從蓋到租到給文大 都沒有任何一個環節是違法的 現在被認定違法 我就是解約 你不能講說 你可以不要解約了 你去改善一下 改善是文化大學跟教育部 還有臺北市都發局 因為他現在已經租給文化大學了 他只是在做一個既然你說違法 你給我罰單 我就去繳嗎 難道我要跟你講說不要這樣 其實我只是送我小孩上學 你通融一下 他是一個警察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我是底線 我是喉太太的話 我先進空 大家都不要吵 然後也不要說我再亂七八糟 而且站在選戰的議題上面 他立刻斷然的解約之後 他造使附近也必須 市政府你必須去查 因為不能只單對一個 然後所造成學生跟民眾的反彈 反彈給市政府跟民進黨 對他來講 他選在利益上來講 和樂而不為 對個人來講的話 而且我也要跟你講 學生一定會問 學生一定會問議員說 議員啊 我們周圍這麼多宿舍 你要不要統一都查 議員啊 你要不要幫我找便宜又好住的宿舍 如果有那種整棟的那種 怎麼會 我是學生我一定問你啊 是啊是啊 我是學生我一定期待 便宜又好住的宿舍 因為關姐為什麼今天侯友宜的這一棟 九十九間或一百零五間的宿舍 會成為縱使之地 因為他量體太大 這個其實你就把他想 那為什麼大家都集中講大巨蛋 為什麼不去講其他 因為這個量體太大 所以文化大學附近 都大部分都是三五樓三樓的這種低矮房間 也許裡面也真的有了違法分租啦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看到那麼大的 沒有看到那麼小的目標 這一棟文化大學的大群館 如果他一旦有公安意外的話 裡面是四百多個人有逃生的問題 有那個樓梯狹窄的問題 有學生自己出來講 他房間沒有裝煙霧偵測器 那我像剛剛講的這個我部分同意 但是我覺得有點歪樓了 我部分的同意就是說 的確任何人要處理這件事情 自己心裡要去承擔 還有房東也有自由意志 我們的確沒有辦法干涉他要做什麼 可是我們現在釐清就是說 法律對他現在指出的糾正 就只有告訴他說 請你改成合法使用 合於規定使用 沒有逼他去解約 如果他自由意志選擇要解約 那不應該把這個後果推給民進黨 這位議員你有自由意志選擇 你要盯哪個宿舍 我如果是房東我也有自由意志 選擇怎麼處理我的房子 不是不是房子可以出租 房子也可以賣 房子也可以放在那裡養蟑螂養蚊子 就是說我如果是房東 我有各式各樣的自由意志選擇 我插一句話就好了 你講的都都對 因為都可以分析嗎 有不同的看法 我只講一句就好 就是他們當時在2011年的合約 我現在沒有這個圖 我有的時候不給大家看或事後 他當時的合約裡面就有 對兩兆的保障就是 除了每年5%以外 就是有違法的時候做解約 所以他今天他必須 對他就是必須要跟著解約 他現在變成立違法了嗎 所以不是說可以啦不要 他已經告訴你違法就解約 他的自動解約條款是符合某些要件 就等於行通解約 就是違法 違法使用 就是有不法的時候 他就可以解約 他就很自然變成 那天侯友宜的介紹就有講了 就是如果他當時定契約 就是違法要解約 所以一旦被臺北市政府 7月2號3號被認定是違法 他就立刻解約 就這麼簡單 你不能講說其實你可以再為學生定義多想一想 那是文化大學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就合約精神 他是已經陷入違約條件了 他必須要按照合約什麼 他再要補充 沒有我覺得我剛剛聽威中議員講 我有一個東西不太懂 就是所以將來如果失火的話 400多人有生命危險 跟比較小洞的有兩個人有生命危險 你覺得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只能查400多人那一洞 那我記得威中議員的選區就在那邊 我會覺得民進黨現在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你就承認是因為打選戰 來打這個文化宿舍 第二個你真的要為公安的話 那鎖性全面打 那但是最後的反撲是怎麼樣子 我覺得你很難用一個 這是房東的自由啊 我也沒有要他解約啊 這些人不要怪我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就扛了吧 那反正也才200多個這個學生 然後附近的居民也才那麼一些 你就看看 沒有喔附近的包租婆 如果都做不了包租婆生意的話 也會有反彈的 那當然沒問題但公安重要嘛 如果照民黨講法 學生也有票的 還是還有當地居民也有票嘛 那我覺得這個民黨就扛了啦 那威中兄就辛苦一點啊 你既然是這個先鋒 原來打的是侯友宜 但現在力道要反撲到選區的時候 你就是扛一下這個可能很難逃 剛剛那個學生講的說 我要負擔這個責任 我打從一開始接觸這個議題 我就做好這樣的準備 所以我對於任何的這種質疑或是什麼 我一律不閃躲 那剛剛講說是不是兩套標準 覺得說啊那個只有兩個人 他的公安我們不用重視 不是這樣的 是因為公安問題 本來人數就是很重要的一個變相 所以如果今天大巨蛋同樣一個量體 他切成五棟的話 五個獨立的那個地下室互不相連的話 市政府早就說過了他的認定是另外的認定 當你要連起來 也就是你把這個文化大學上面 一間一間的小的這種平方 變成一個大群館的時候 那個公安認定是兩回事 所以這是我約略的說明啊 第二個韋翰剛剛講說房東自由意志 那還有合約上面寫得很清楚 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看過合約的整個全文 合約上面其實對於這個簽約的文化大學方式 非常的弱勢了 他上面相關的條文只有說 如果文化大學有違規使用 導致甲方就是憂鬱公司 有任何的損害的這種連帶的賠償責任的話 那個全部都要由文化大學蓋瓜承受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啊 侯友宜他們憂鬱公司 他們想要按照合約完全來執行的話 文化大學現在違規使用的 看起來是文化大學嗎 對吧被被檢舉的是文化大學 那你是不是造成我一年少收了幾千萬 按照合約精神的話 憂鬱公司是可以要求文化大學 你要損害賠償耶 你害我少收租金了 所以其實不是說啊 如果發生違法違規就要立刻解約 沒有合約上不是這麼行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這一次的選戰 再過四個多月要投票了 那雙北之間錯綜複雜 那阿扁的心詠跟物語 最新幾個小時之前發表了臉書的文章 講的是雙北的選戰的戰略 這裡頭除了講到台北市是中華民國保衛戰 VS兩岸一家親的選戰戰略之外 還提及了侯友宜的宿舍案 那人群剛講最新的發展 都發局有發函違規使用的話 侯友宜很有可能走到解約的 這一個狀態 你怎麼觀察 當然按照都發局的說法是說 他要求這個文化大學跟所有權利 就右翼實業公司應該盡速改善 並維護學生住宿權益 但重點是後面他補了一句說 都發局樂意提供行政協助 那這個就有學問了 也就是說現在看起來是違規啦 因為他上面的用詞 他沒有寫你違法 現在又是違規 那以違規來講第一個裁罰的狀態 通常都是限期改善 要不然就是用罰錢的部分 那他又告訴你說 他樂意提供行政協助 那是不是在法規上面 是可以找到一個空間 讓他繼續使用 他後面還補了一個 叫做共同保障學生住宿之權益 所以我認為當然都發局在這裡面 不願意把所有的話通通都講死 求就回到了侯友宜自己的身上 我認為就文化大學來講 他自己不太可能會去選擇解約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其實已經是自己就已經把這個床位 剛剛就講到說兩百多個人都已經抽完了 那文化大學何必去喇這一個 所以如果可以有一個行政的程序 是可以讓他導證過來 那甚至以後就成為合法的狀態 或合乎規定的狀態 我認為文化大學會願意走 所以差別就只有在侯友宜自己本身 因為他那天確實在這個記者會上面講得很硬 說他如果違法的話 那他就是解約 可是後面我如果沒記錯 他還輔了一句講說 其實他們也很糾結 我應該講咱家太太 因為他也提到了這一段 就是說有這麼多的學生 其實已經抽籤完畢 我印象中他後面有講了這個 所以是不是雙方開始互相呼應 侯友宜一定要硬到說 好吧我就不租了 以後大家雙手攤一攤 隨便你我其實比較保留 我認為他可能會有一個空間的存在 那第二個當然這個議題 其實打到現在為止 你知道我們看那麼多的選戰 通常好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你打一個議題出去 最好就是打到別人自己沒傷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這個議題打太久 扯不清開始有回 有些這個亂槍打鳥 打回到自己身邊的時候 那就開始要有一點適時的收手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不收 再繼續走下去 那接下來所有的尷尬 就會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覺得都是議題兩面 比如說在這一次事件裡面 我曾經提過你可以看到 臺北市打得比新北市兇 之前議員打得比資深議員重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確實有一些Mega存在 我剛特別提出來就是說 當你這個東西打完了之後 好現在大家開始攤牌了 攤牌的侯友宜攤的第一張牌 就是如果有被認定違約 那他就解約 那臺北市政府都發局他攤牌了 他告訴你講說OK 我認定你確實違規 但是我願意跟你一起努力 然後提供行政協助幫你解這個套 但是他後面也補了一槍講實話 他其實有承認一個錯誤是 監管處當年在2012年 接到這個李慶元檢舉的時候 那他們認為說是已經使用項目 是H1類組的宿舍 所以他是用宿舍的部分 是比照來做為公安申報 但是後面的都發局他們認為說 你的大局管其實不能這樣做 所以他其實有一個內部的矛盾 這是臺北市政府自己必須處理的狀態 因為你的這個所謂的監管跟你的這個 這個這個相反的那個消防的這種不一樣 那可是你回來看 就你剛剛所提到那一塊 好看起來所有人其實真解釋 如果今天這一棟不是租給文化大學 你們竟然認為說他就是做為什麼宿舍 什麼不可以做這樣使用 好我今天我這個名字不叫大群館 我今天收回來叫做友宜館好了 或叫友宜社區好了 我今天開放像偽翰的那個方式 我就任何人都可以住進來嘛 你有沒有學生有沒有什麼 大家混雜在其中 你管不管 你現在只講說不行啊 因為他是住給學校 所以他作為宿舍 這件事情真的萬惡不赦 不行糟糕 那好啦那我就開放了嘛 裡面有閒雜人等 全部大家都住在裡面 都隔壁的誰誰誰都住了 那其中有一戶可能住了五個學生 住了六個學生怎麼樣 反正你管不到了 因為那是他自由租賃市場 你能講說他不能再租你也不行 所以就回到了剛剛阿宰講的 這個真的不是說什麼 因為他的大量體大 說因為他集中在這一棟 說真的社區裡面你也管不到 我今天就改個名字 我不要作為學校的附屬設施 我們也不相信 那叫做教育設施 那個教育設施 但問題是當你這樣改過來之後 這件事情就傳過水無痕了嗎 也不是嘛 他的問題依然存在 所以我覺得當然現在 大家把球都拋出來 完了之後 好那我覺得民進黨 現在開始要承受這一個 也就是說你現在怎麼去下這一個台 台北市政府跟你講說好吧 那我幫你解決 好如果今天 他們雙方都採取這個方式合作 然後全部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你要再打什麼 你要打他什麼 我不懂 就是說你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就是說 以前選舉很細緻 你想你回想一下當年 謝長廷要打馬英九 綠卡案的時候 這種宿舍 通常不會變成直轄市的選擇 所以嘛 真的啦 但是宿舍包租公 我印象中地方選舉的時候 也是可以互相攻防黑函 但他通常不會變成直轄市長選戰的全國 以前打 都是打說你的什麼服務處 自己本身是違建 頂多拿這個出來說說嘴 然後大家也都心裡有事 我剛剛就講 這一次有特別就是之前議員打的比 資深議員重 校委員不要求 好來我問問校委員怎麼看 我感覺譬如說 這件事情已經認定是違規 違規了以後該怎麼辦 市政府要有作為 不是說我行政協助 怎麼協助啊 違規就是違規了 那你怎麼協助 那我們一般來講 那違規就走到解約了嗎 現在看起來有可能走到解約 等一下我再說 我說違規的話 就像我們平常的話 我們有一些違建 違規了怎麼辦 就是差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市政府對這件事情 因為在選舉的情況 我對我認為柯P兩面討好 寫這個的話 都是在兩面討好 他講說 是不是可以用這種方式 我也不打這個 這個我們的那個文大 這件事情 我做得很慘烈 因為大家都看到嘛 應該有一些緩彈的聲音出來了 柯文哲就說 我們可以協助 其實說實在的 法規上規定的話 就是要照這個方式去找 其次我是感覺到說 我們的這次的這次的選舉 其實最重要的話 我們可以把文大這些學生宿舍 當成一個考題 當成怎麼樣的考題呢 那新北市臺北市 遇到這個問題 到底有多少 學生受什麼樣的宿舍的問題 是不是你們都說我們這些學生 年輕朋友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那他遇到了這些問題 受到了這一些 那我們該怎麼辦 對不對 臺北市政府 你要怎麼辦 新北市市政府要怎麼辦 因為所有好的大學學生 最主要精英的這一些學生 通通都在臺北 從小開始我們在受教的時候 受到這一些問題了 那臺北市政府怎麼辦 新北市市政府怎麼辦 應該是用這種方式來解決這整面的話 我看不到他們還在講說 你到底要怎麼辦 我沒有看到新北市市政府 要怎麼辦 都躲在後面 我也沒有看到臺北市市政府 那你覺得要怎麼辦 要全面徹查全臺學生宿舍 全面更新改善學生宿舍嗎 我也有接到一些 一些私利的宿舍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就講了 我們唸過大學都知道 大群館不算最爛的宿舍 而且他還有水泥隔間 還有六個人的啦 不只六個人 六個人麻煩是 六個人麻煩是如果真的木板隔間 真的很危險 因為現在光是大家沖山西的 沖電什麼的 你只要電線走火就很危險了 那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社會如果全面檢討雙北的宿舍 那也沒完沒了 不是啊 但是我要知道就是說 你這個就是考驗我們 這個候險人 因為臺灣的險己文化 就是要檢驗候險人 不管他的人格特質 道德包括他的政見 包括過去所做的這些行為 十八代祖宗全部都要必受檢驗 這是一個險己的現象 這是沒有辦法的 每一個人 蘇貞昌也是要受檢驗 柯文哲也要受檢驗 丁守中也要受檢驗 只是說現在的問題 只是在新北市 所以說選舉本來就是不分大小 通通受檢驗 你檢驗出來的話 到最後面體無王夫 每個人都會感覺到很奇怪 感覺到說我們這場選舉 變成是我被所有的人民的檢驗 到時候又沒有產生什麼樣的後果 你知道不知道 大家都用異樣的眼光在看 看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想說選舉 真的要顯到這個樣子 人民的這個潛力 包括市民想要的什麼 大家有沒有去好好去替他們 替他們去想一下說 到底這些年輕朋友 學生他們要想什麼 難道只為了這個宿舍 大家都能夠弄到 整整的一兩個月 到最後面 我們你看看我們候選人 受檢驗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解決說 他當今自己身上連染的這個問題 執政者 真的我也是希望說 整個學校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該怎麼轉變 我們都可以做公仔 有那麼多的土地 為什麼不能給學生 能夠有一些好的宿舍 好 再補充 我覺得如果現在大家在談公仔的話 這個跟當初的作戰相違背 也就是 如果你當初就說 我今天就徵收他變成公仔 聽起來好像不錯 可是坦白講 這個擺明就是選戰的動作 你憑什麼徵收民戰 當然不行啊 但問題就是 那請問這樣子的作戰的正當性 如果拉掉為了選戰而做的話 過去二十幾年 你除了李應援之外 其他人好像沒檢舉過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大家就承認 那什麼叫正當性 正當性是教育部乾脆撤查 全台所有宿舍 然後改善所有宿舍 你知道現在我看這個新聞 真的很混亂的原因 是因為教育部 昨天還講說這教育設施 所以那教育設施 就沒有所謂豬二的問題 那結果現在都發局又說不是 我覺得在這個議題上面 這個新北市跟台北市的 參戰者已經被捲到一個泥鬧裡面 嗯 我旁觀者的看法是 如果再不趕快脫開來 或是離開這個地方 所有人都會受傷 而且會越瘦越多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一擊斃命 那沒有辦法一擊斃命之後 大家就覺得奇怪 怎麼這麼脫胎錢 奇怪為什麼這個台北市議員 要管到我新北的候選人 然後新北的候選人 也會被人家覺得說 怎麼當斷不得 不斷還拖在那邊 甚至出來又哭哭 又提到自己的兒子 這個對所有人都受傷 但但坦白講 那抹黑戰本來就是這樣 或者泥巴戰打下去 大家都沾泥巴了 那我講明嘛 那就黨中要犧牲誰啊 其實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不同的人受同樣的傷 評斷標準 不一定是一樣的 你知道有一句話 叫拼著一身瓜 要把皇帝拉下馬 意思就是我今天是一個 聲斗小民 我拼命了 我要把皇帝拉下馬之後 我就被折刑 你知道我就被一片一片的騙開來 我也不在乎 所以黨中央是不是覺得 犧牲威中沒有關係 那只要把這個侯友宜 拉下馬 或是把他拉傷 威中全身受創 但侯友宜疊個2%5% 就直了 我覺得威中要小心一點 小心黨 不用這樣幫我撈補 黨中央沒有這個指示 黨中央沒有這個指示 因為這隊友蠻互相合作 說實在我替威中講 他只是在執行他議員的 如果說現在是選舉上升操作 他也是在執行他議員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議員連這種違規的事情都不能的話 那那那還算是議員 不能檢舉 我最後一個結論 我覺得這個事情 對侯友也是有傷的 可是他要解決要停損非常簡單 解約就好了 反正就是就是這樣子 我就是傷在那裡 我不要再租給你 我也就停止違法了 但是現在蘇貞昌有一個 還沒有被認定違法之前 他的解約也怪怪的 但是現在蘇貞昌 真的會有一個問題 不管他有沒有當選 因為他已經告訴大家 這四人一間五坪的房間 是違反人權 而且呢 是比受刑人住的還小的 他一旦當選新北市的市長 新北市淡江府大 就是五人 就是四個人一間五坪的 他要怎麼樣立刻的去 任何一個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 都可以每天去問市長 你趕快去履行你的承諾 去把這些至少 你新北市內的大學 四人一間五坪的房子 趕快改善 要不然的話 你就是講插話 好我們廣告之後 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林官 我們看台北市選戰再過四個多月 要選舉投票了 現在雙北線路一片混戰 今天早上台北市都發局 這一個發函 表示文大的宿舍違規使用 所以文大宿舍最終何去何從 又有影響這場選戰的攻防 那同一時間這場選戰 也是中央執政的小英政府的 期中考的檢驗 那期中考有各式各樣的檢驗 包含年金改革的這個衝擊跟影響 也包含各式各樣的政策 都可能影響到選戰跟選票 同一時間這一次的選戰過程當中 中間選民經濟選民究竟何去何從 也會影響到小英的這個執政的考驗 那今天早上最新的新聞 包含宏達店突然大砍一千五百人 一千五百人的主要員工 顯然這一個宏達店的接二連三的 這個品牌的效應 這個發展不順利跟失敗之後呢 各式各樣的負面效應 也受到衝擊跟影響 那這一場選戰背後有多少 不認知的故事跟內幕 我們待會要好好聊一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五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臺北市議員高嘉瑜 大家好 再來是李明錢同學 大家好 再來是周韋航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黃世聰同學 大家好 再來是阿仔豬學衡 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看好民黨中央的這個執政 會影響到今年年底的選戰 那年底的選戰 有各式各樣戰略上的攻防 那其中最錯綜複雜的是 臺北市的這一戰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拍小腿 上來 跟著長者動起來 共餐前要先活動筋骨 臺北市長柯文哲未來這樣的行程 會越來越多 畢竟砍了禁老金後 增加老人共餐據點 是柯文哲任內 極力推廣的政策 剩下半年拼選舉 為了多跟基層互動 行程將會多到跑步完 柯文哲也公開在臉書上 海選人才 海選這次比較有特色 以前我們都是爭選人才 這次說有爭選人才 創意甚至活動 所以比較活潑 就比較像 比較像 我倒覺得是比較像 弗拉雲不一那種形式 就是群眾募資的概念 跟2014年一樣 海選競選團隊 包括發言人需要具備 懂得怎麼游的比 鯊魚塊的技巧 以及認同柯文哲理念 並且正確傳達出來 月薪四萬二到五萬二 另外要融入網路世代 這回要徵求社群團隊 除了要具備基本剪輯拍攝技巧 還要具備抗壓性 因為結果可能會被改成跟衣主一樣 不管是部落客或是YouTuber 都能夠來 薪水一樣五萬二以下 但這樣的薪水找不找得到人 連柯文哲都覺得懷疑 會不會怕找不到人 看看嘛這個 我也不曉得 反正反正先上網再講 7月2號公開上網之後 7月14將進行第二波公開面試 不像上次選戰有民進黨的支援 這回靠海選拼湊團隊 但在這之前 柯文哲得先想想 總更是要找誰來幫忙操盤 藍金發五選SV小組臺北齊總統 阿彩再過四個多月 就要選舉投票了 那這場選戰 除了是柯文哲的期中考 也是蔡英文的期中考 那更重要的觀察重心 這兩天我們也觀察到 中臺灣的選情的波動變化 那四個多月之後 完全執政的小英政府 都得面對一重又一重的考驗 對實際上我們要講的是 新北市在侯友宜的妻子 也就是他越加的這個住宅的部分的戰爭 大概已經結束了 現在的狀況是清理戰場 那清理戰場是怎麼清理 侯友宜任賠殺出 然後文化大學賠償或者解約 這整個狀況多半會在真正的結果 要一路拖到選後了 但是目前會留下了一個 不是很好看的戰場 是兩邊都受傷 民進黨主打的人可能會遭到學生的抱怨 或者是遭到附近居民的抱怨 那侯友宜的這個誠信 也會因為他處理速度的關係受到影響 但這個戰場是結束了 接下來的戰場會重新進入社會治安 會重新進入經濟發展 會重新進入農民的這個 所謂的收入的動盪 這幾個社會的領域 因為坦白講選舉只是一個過程 他的目的其實是要治理國家 跟治理各縣市 那現在產生的狀況是 蔡英文總統所面對的 除了是他個人的支持度 跟他的信任度穩定下滑之外 他底下還有各種各樣的這個豬隊友 那今天可能很多人會關切的一件事情是 小燈炮的兇手也就是民間把他稱作斬頭殺手的這個王景玉 那今天在二審還是一樣被判 因為是思覺失調症 所以還是一樣逃過死刑是無期徒刑 那民眾一般來講對這件事情非常反彈 那非常反彈的原因是因為他跟這幾個星期 這幾個月以來台灣的治安不停的出現殺人案 甚至包含了分屍案都有密切的關係 那民眾其實是很直覺的這個生物 就是我覺得現在治安不好 你又沒有辦法跟我講到底為什麼治安不好 你只能跟我講各種各樣這個聽都聽不下去的廢話 那我一定會把這個東西算在執政的政府身上 那更別提我們再講一個剛好是另外一邊 就是支持死刑的人不一定支持跟支持同婚人 不一定有交集的同婚議題 同婚議題民進黨已經確認了 不會在選前有任何的動作 那試問你當初上街挺同婚 然後跟民進黨站在一起 這麼多年之後發現你在地方選舉之前 被民進黨放棄了 我不要說背棄 背棄可能比較誇張一點 但是確實民進黨是在地方選舉之前 不敢碰同婚議題 那請問那一群年輕人 那一群同志 那一群覺得民進黨代表進步價值的人 那接下來選舉要怎麼投 更別提年底的公投裡面 有包含相關的議題 然後再來我們又講到這個農業方面 今天這個農委會主委林聰賢 又被批評說了這個一般農民 不太能夠接受的話 因為他的意思是你種這麼多鳳梨 那會造成價碟是你活該嘛 你要聰明種才能夠有好的發展 我坦白講我相信他沒有惡意 可是對已經在農產上面送損的鳳梨農而言 這話真的聽起來很刺耳 刺耳之餘 原來他們已經不想要上臺北抗議了 但接下來又要上臺北抗議 那請問這對於傳統上 以照顧農民形象跟農民站在一起 三十年之前的五二零 還是跟農民一起走上街頭的民進黨政府而言 是好事嗎 所以整體看來更別提HTC 忽然之間在製造端裁了一千五百人 那整體看來有眾多的經濟跟社會議題 同時發生民進黨的支持度跟蔡英文的信任度 恐怕都會再下跌 好周老師你怎麼觀察這一波選戰的攻防 好的我們選戰其實到七月 我們講通常他都會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為什麼呢其實可以從柯文哲的海選談起 為什麼柯文哲會在現在這個時段來做海選呢 很多人認為是像民進黨這邊的批評就是說 柯文哲2014人力啊現在都已經離開了 因為都是民進黨借他人 現在這些人被抽走了 柯文哲的陣營現在已經空空了 所以他匆匆忙忙要辦海選 但就我們比較就是選舉過去 依過去的選舉經歷來說 其實柯文哲他這一次的海選 並不是要真正吸到什麼失職的能力 他其實還是要在基於某種造勢 或拉攏年驚人的這種想法的背景之下 來去推這樣的一個活動 所以與其說他是一個組織活動 不如說他其實是一個宣傳活動 就是只是他選舉裡面的一環 因為你知道海選進來的人 其實也不見得能用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呢 他可以在學生一放暑假 特別是大學階段的學生 一放暑假的這段時間內 很快的就重新把焦點聚毀在自己身上 因為他們要辦海選可以後續可以拖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搞成一個像實境秀之類的東西 就我所知有一些媒體失誤已經準備要投入 在今年的選舉裡面來做實境秀 那對於柯文哲本身來講 因為他的調性非常適合這一套 所以他可以重新把選舉的節奏 拉回到自己的手上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在之前選舉的節奏原則上還是 由民進黨這邊在操縱 民進黨不斷的丟議題出來 嘗試要發動主動攻擊 不過就六月底的一些消息來看 民進黨現在目前至少在台北市這邊 他要開始改回去打政策 他不打柯不打釘啊 改成說是要主打姚文治了 那也要看民進黨接下來怎麼操作 但顯然會有一個空窗型 因為你就像我們之前談過了 政策不可能你一個禮拜都生出來 有時候你要生出比較系統性的政策 可能要拖到一個月以上 那我認為觀察點可以在從哪裡觀察呢 把視角轉換放到新北 結果蘇貞邦最新推出來的一波宣傳廣告中 可以看出他正準備企圖打出一個全新的市政的這種 相關白皮書的一些內容 特別是這個在這之前大家一直批評他說 你還在炒過去的政績啊 一直在回憶過去的什麼偉大的成就 並沒有帶來什麼新的東西 那顯然蘇貞昌聽到了 而且他準備很快的來操作這個東西 為什麼呢 那當然主要還是因為他的民調 非常明顯的落後 那不管是所謂公開的民調 還有我們現在私下所知道的民調 其實蘇貞昌都落後一段已經不是用誤差 可以解釋的這種差距 那你要填補這一段顯然就要拿出一些願景 那這些願景應該怎麼樣去規劃 他又會牽涉到臺北市的格局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民進黨的操作很有可能會 嘗試在某種層次上 將蘇貞做一個比較不會造成傷害的結合 因為我們知道之前蘇貞不合 主要就是怕柯文哲的外衣效應 怕你姚文哲一邊在打柯文哲 然後蘇貞昌一邊又跟姚文哲握手的話 可能就會對蘇貞昌在新北的選情 造成更加負面的影響 但是就接下來的觀察 我們認為就是蘇貞昌可能會在政策面去嘗試提出一些 跟姚文哲能夠對話的東西 那這一方面又不會被人家批評 批評就是說你都靠姚文 看姚文哲民調很低啊 不想跟他合啊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能能夠改善自己的選情 所以真的接下來會產生變數的東西 我認為還是回歸市政 因為你去打一些周邊的議題 他會很有新聞媒體下 我可能會讓你比較喜歡這個人 或比較討厭這個人 但真正能夠在選舉上一錘定音的 還是回歸市政層面的討論 特別是直接跟市民生活相關 包括剛剛提到的真正有 有感的經濟上的效應 那現在這個裁員的消息才剛出來 我們還不知道他擴散出來 會不會引起所謂的一波 大家都跟他裁 如果真的有後續發展的話 我認為只要拖上幾個月 其實對民主黨 特別是臺北市的選情 還是會有一些傷害 好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看的是再過四個多月 就要選舉投票了喔 那這個勇哥實際上又在臉書發表了言論 他提起的能然是雙北的選戰的戰略 包含了兩岸一家親 這個兩岸議題在臺北市的選情的影響 也包含了新北市侯友宜的房市 變成這一次選戰攻防的議題的焦點 侯友宜的房市 其實今天早上都發局還有最新的決議 他是這個發函給這個文大宿舍判斷使用違規 家宜議員怎麼觀察 當然就是文大宿舍案 其實從最早開始是國民黨的李慶元議員 接獲檢舉在民國101年到這次其實 國民黨在新北市長選舉其實在 國民黨的新北市議員經介壽 就已經刊登半幅的廣告來批評侯友宜 是五億包諸公也把這件事情再重提 那到最近就是王衛中議員開始去質疑 這件事情到現在媒體的討論 其實大家聚焦的焦點就是 從頭到尾侯友宜沒有把這件事情說清楚 那它是形式上是集合住宅沒錯 但是事實上它是違規使用 這也是事實 我想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今天都發局也發了這個文 但是這個東西確實就是一個雙面刃 很多人現在就在問說那學生何去何從 我想民進黨從頭到尾都希望說 保護學生的權益安全消防安檢 這些都是大家最重視最關心的 那並不是希望說這些學生從此以後沒有宿舍可以住 而是說如何在一個合法又安全的情況之下 讓學生可以有一個基本的住宿的空間 所以民進黨也力推就是說宿舍版公宅 或是未來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短期看我覺得侯友宜這個事情 當然就是說未來侯友宜聽說已經下了最新消息說 他要跟文大解約 但是跟文大解約的後續是什麼 今天這個柯文哲他也出來說話 他說這件事情就是侯友宜如果自己出租 就沒有問題 但是跟文大簽約再由文大來轉租就有問題 意思就是說 因為就法令的定義就是說 你是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你可以分別出租沒有問題 我就是住宅是我的我要租給別人 法令不會限制你 可是你租給文大 再由文大來做學生宿舍的時候 他在刑事上在法律上他就是違法 但是如果說今天侯友宜 全部都是幼育公司 侯友宜現在不承認他 全部都是幼育公司的 幼育公司他99個房間 全部分別有99個租約 這樣子的簽約的方式 這樣在法令上他就沒有辦法認定他是 技術社而會認定他是集合住宅 因為在法令上集合住宅是可以分別出租 所以大家知道法令上有很多解釋空間 跟有很多法律上所謂的漏洞可以去處理 那侯友宜他用現在轉租給文大 再由文大統包給學生這樣的方式 這樣在法令上的認定 他就會把他認定是學生宿舍 所以其實也不是沒有解套的方式 只是國民黨願不願意這樣子做 侯友宜憂鬱公司願不願意來做 所以我們覺得說 如果侯友宜從頭到尾都認為說 學生的權益是最最優先的 我們也不希望說文大學生的住宿權益 因此而受到影響 那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民進黨就是希望說 侯友宜面對問題 把問題說清楚 因為其實違法的使用也是事實 可是從頭到尾不需要轉移焦點說 這是娘家的 或是說跟你沒有關係 或是說這是抹黑等等 你把這些事情 大家所提出的質疑 一一的說清楚之後 其實事情就很容易解決 所以今天風暴會擴大成這麼多 包括說有這個新北市的官員 跑到台北市都發局來關說 或者是說打電話給媒體高層等等的 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都是導致事件越演越烈的原因 那我覺得對民進黨而言 當然大家都知道執政的包袱 所以年底的選情 大家都一直在強調非常的艱困 但是在艱困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希望殺出一條血路 你這幾天已經跟楊文智曾經同臺參與 辦活動對不對 你怎麼感受這個黨內提名人選 跟議員一起造勢的效應 這個效應說實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每個議員都要辦 這樣子的一個座談會 那你會發現說 那你辦的效果如何 說實話啦 我是發簡訊通知我的支持者 然後很多支持者都是 非常支持我的人 然後他們特別來參加 所以我覺得很感動就是說 他們特別為了我來參加 可是你說他們是不是為了姚文智 當然一方面他們也是支持 那你的意思是說小雞在扛母雞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也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也很期待 民進黨的支持者 民進黨的候選人 能夠贏得勝選 這也是事實 不管是支持我 或是支持民進黨 但是支持姚文智 當然也是有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人 他們是自動自發 然後他們今天聽到姚文智 就蜂擁而至 就是說聽到姚文智要座談會 大家就很迫不及待 或是說我們期待 就是趕快來參加 可是很可惜就是說 到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只看到說 我們自己的基本盤 或是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你說那些所謂的 希望能夠擴大我們的基本盤 或是擴大那些 所謂的中間選民的那些人 到目前為止這些面孔 或是新面孔 目前還是比較少看到 所以我們當然在討論之後 大家也認為說 其實民進黨的選舉方式 就是在臺北市這一役 鞏固基本盤這件事情 其實在你是民進黨提名之後 就應該是已經確定了 但是下一步 你就是應該在政見上 有一些獨到 或者是進步價值跟理念的方式 能夠吸引中間跟年輕選民 如果一直執著在對於柯文哲 不管是說他是KMD 2.0 或是對他的人格跟意識形態 做一些論述 或者是一些批評 其實這些都無助於擴大 我們的中間跟年輕選民的支持 這個部分我相信黨中央也 非常的了解到這個選戰的策略 所以現在就是看民進黨整體 應該怎麼做 我記得昨天這個吳斯堯的臉書 他現在是姚文哲的發言人 他也PO了好幾張 他跟柯文哲在花博的一個 台北時尚創新中心的一個開幕的活動 所以其實我相信說 在這個選戰的過程中 民進黨不需要跟柯文哲做敵人 而是說如何去擴大我們的支持群眾 然後如何讓民眾 能夠說願意支持姚文哲 這個是我們選戰論述的一個重點 周老師怎麼觀察勇哥的評論 好啦 這個其實大家都知道民進黨 現在最缺的就是一個 願意講真話的人 來告訴他們說這樣是不行的 為什麼呢 現在的民進黨 不管是黨公職 哪一種成績的黨公職 都有很多羈絆 怕講話會得罪人 但陳偉扁其實也沒什麼好得罪 反正他大不了 就是被抓回去關嘛 那他其實最近有放了蠻多話 有一些因為跟選舉相關 有被媒體擷取出來 但有一些跟媒體比較無關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他跟獨派的某些人 存在一些緊張的關係 像他有一些文章 就專門針對獨派 有一些獨派批評他是要 藉由中華民國體制來搞台獨 所以不是真的台獨 陳偉扁其實那邊他是非常火大 連我都不算真的台獨 那到底誰才算 好那我們拉回這個選舉的議題 其實就我們一般的選舉觀察來說 陳偉扁的這個 他在這篇文章裡面的兩個分析 基本上都還蠻符合我們客觀 數據上觀察到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這個魔洪科文者 沒有用 你沒辦法擴大你的選票基礎 反而會越選越少 這是大家反覆在講的事情 你去衝這個最後面子 會衝到極端選票 就跟當年趙奧康一樣 趙奧康衝到極端選票 他建立構出一個很團結的區塊 可是那個區塊沒辦法 讓人過半選上市長 他就只能鞏固他自己的議員 就是鞏固他們的名代而已 相對來說呢 你去操作 同樣也是操作文大案 文大案這個東西 你要喚起一個廣泛共鳴 他會有新聞效果 他甚至還會有一些畫面 可以給媒體拍到 可是你要喚起市民廣大的共鳴 我就覺得他會有一個 權喪的困難 因為絕大多數的市民 根本不懂你土地使用分區的 所有的相關的規定 為什麼這樣可以 為什麼這樣不行 如果最後面文大案 真的就是因為 臺北市政府的介入協調 使得他從這個文大的宿舍 轉變成為侯友宜的公司 去出租的話 這個事情就此塵埃落定 那9月順利解決的話 我覺得其實對於那個 侯友宜這個方面 是沒有什麼負面 這事情就解決了 因為百姓看到重點 事情解決了嘛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結束的話 大家會覺得那你前面 東西到底是在吵什麼 事實單人選你吵鬧 會產生一個負面的效應 所以陳宇美不是跟你出來講 是非善惡對錯嗎 他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樣選是不行的 那有沒有人可以 勇敢的站出來說 這樣選是不行的 問題現在民進黨裡面就沒有 所以到最後面 陳宇美忍不住 他也挑出來講 你這樣是不行的 依照我的過去選舉經驗 就是這樣是不行嗎 當然陳宇美丟這個話出來 一定會引起現在跟他講 可能森綠來 會覺得你這是失敗主義 可是這並不是失敗主義 這是一個健康的政黨 或是健康的政議 應該要有的內部的自我反省嗎 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人 就跟姚恩智說 你這林圓月票不行 你這個96萬公仔不行 48萬公仔不行 就是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我們現在 在民進黨裡面看不到這樣的人 好明顯怎麼觀察 我覺得剛剛周老師 阿扁講說民進黨的防腐劑 我覺得有點太過頭了 太讚美了 對我覺得他講得太好聽了 太正面了 我覺得阿扁 一直他透過永哥物語 他當然有他的政治操作面 你說第一個刷存在感 那他的政治目的到底背後盤算是什麼 他一定要讓他小孩可以 陳志聰可以選上議員嘛 這是他要的 所以他必須要有政治籌碼 跟民黨做談判嘛 他最怕的是什麼 被蔡英文關回去 如果被關回去的話再度 其實他已經違反很多 把外就醫的相關規定 如果法務部要把他關回 要把他抓回去的話 絕對有 絕對符合任何法律 所以他一直出來說 結果他一直出來講一些話 其實他是在評斷 跟媒體很多評論不都一樣 差距有很大嗎 沒有很大 然後你說他就是民黨的烏鴉 民黨的防腐氣 或民黨的良心 那講過頭了 我覺得阿扁透過永哥物語 講這些話 都是有他的政治目的 他的效應 我覺得他要爭取更多 跟蔡英文畫巴拉克的一個籌碼 至於說他講的內容 民黨會不會大敗 我覺得現在要看 今年的選戰主軸 剩四個多月 今年選戰主軸 我覺得還是有隱約成型 有那一條線 我覺得還是踩在經濟面上 就是說我覺得還是跟執政黨的 就是說蔡英文的一個其中 那個其中檢驗 大家回想一下 每一次的其中檢驗 譬如說2010年 就是應該是五都選舉吧 那時候 那個就是當然五都選舉 那時候那個叫主軸 就是ECFA 那時候兩岸 兩岸關係還剛剛開始 就兩岸直航的時候 馬政府兩岸政策 是推得動的 所以那時候兩岸ECFA 那後來2014的選戰主軸 變成太陽花 那又倒過來了 2010年是行得通的 2014年又行不通 太陽花又變成說 馬政府變成一面倒 被修理人產 可是你不論從ECFA 從太陽花 其實他的背後思考的邏輯 主軸都還是經濟面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年底的選情 我覺得大家回想一下 有沒有好消息 那我想到一些壞消息都說 年金改革啦 這些涉及到相關背後的 他的主軸其實都是經濟面 那你經濟面沒有搞好 譬如說大家一想到說 股票好像上萬點 上萬點那麼多 大家錢有變比較多嗎 還有很多物價啦 還有薪水減少啦 財源啦 我覺得這些觀念會根深蒂固 我就會烙印到大家腦海裡 大家都想說 民東這張經濟就不好 我覺得大家會衝擊 你就做不好 我覺得這會傷到 所以你說最後四個月 像周老師講說要起形象 那除非這四個月 最後有很大的一個重大的突破 譬如說你經濟或發生什麼事情 跟國外簽訂FTA 可是你FTA還有一段時間發酵嘛 要有重大突破 否則我覺得真的年底對民進黨 當然對執政黨相對 你要概括承受多的話 當然我覺得就比較難選 好所以明顯你的觀察是 年底的選戰 中間選民跟經濟選民會在意 經濟的處境跟經濟的議題 你怎麼觀察丁守中可以這樣子 就順利四個多月後當選嗎 其實丁守中提了很多政見 可是這些政見 一般我們過去打選戰經驗 你不論提了很多政見 譬如說都更的政見 那譬如說基隆河政見的政見 那譬如說解決交通的政見 這些政見很難變成一個重要的主軸 譬如說台北市 台北市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說他其實已經發展一個 很健康的一個城市 其實我講哪個市長來接 因為畢竟他的捷運每一年 都是一樣在做嘛 那交通線建設都在做 你說哪一個市長上來 就會有重大的改變 老講其實 所以李明賢的意思是說 選誰都一樣 誰做都一樣 那大家是選自己喜歡的人 我覺得每一任市長 都有他做的市政規劃 那至於說對於選舉有沒有重大 那就是因為國民黨 馬英特郝龍斌做的太爛 大家想要換人了 所以誰做是不一樣的啊 國民黨跟郝龍斌的時候 留下了很多BOT的爛攤子 所以後來大家希望柯文哲來解決 但是在契約合約的問題下 大家會發現很多合法但不合理的事情 好龍斌其實做的也有被經過檢驗啦 譬如說他花博的時候 最後大家在打他那個 就是說那個什麼 經過檢驗發現是亂花錢 打到最後一天 結果後來選舉也贏了十萬票 花了才四百億半花博 結果留下了什麼 世大運也是好龍斌堅持要辦 那時候說要花七百多億 大家都覺得說 為什麼國民黨那時候 台北市政 大家會覺得很不能接受 就是亂花錢 那柯文哲相較之下的反差 就是說柯文哲很省錢 然後告訴大家說 我還債多少 我省了多少 你現在在宣揚柯文哲的政績 沒有 我的意思是 你真的柯佳金耶 不是啦 我在說柯文哲跟柯文哲 跟柯文哲一樣 我懷疑你現在已經加入了 柯文哲現在就是要阻打 你應該要幫柯文哲 阻打市政上 他如何能夠超越柯文哲 超越國民黨 這個就是我們要訴求 沒有 還債的部分 不是誰來當都一樣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再過四個多月要選舉投票 那選舉的投票對小英的完全執政來講 當然是一個期中考的考驗 那期中考的考驗 議題錯綜複雜 不過產業界今天最大的新聞 其實是 曾經是一代股王的宏達店 股價最高的時候是1300多塊 但是如今要裁員砍人 那這個品牌的發展失敗 最終影響的是整個公司的營運 跟這個從業人員的工作權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宏達店員工紛紛閃避不願多談 生怕自己成了財源風暴的倒下魂 員工怎麼想都想不透 因為董事長王雪紅去年承諾不財源 如今卻要大砍桃園廠一千五百人 2017年9月 宏達店大動作和Google聯姻 財源承諾有言在耳 不到一年卻完全變調 2號傳出 宏達店桃園廠要縮減製造後勤部門 分兩波財源 桃園廠一共四千零七十七名員工 這回人數高達一千五百人 財源幅度近百分之三十七 洪達店大財源勞團也出遍聲援 勞動局更派出勞資關係外勞失誤 就業服務中心介入處理 目前我們初步是希望能夠先瞭解一下 他們有關於員工之前的情況 還有未來一些之前的條件 看是怎麼樣子 提醒公司要遇到勞基法的規定 還有大量解雇保護法的規定 宏達店業績連年衰退看得出端倪 2011年達到巔峰股價一千三百塊台幣 市佔率百分之八點九全球第三大 2013年首度出現虧損 抵出全球前是大智慧型首席品牌 2016年產量僅七百九十萬隻 2017年再跌三成 可能剩下五百萬隻 員工甚至爆料 桃園廠每年產量都在縮水 上週股東會王雪紅信心滿滿 大讚自家產品 一切都是假 如今大幅裁員為了救業機 犧牲員工上千個家庭都受害 記者謝祥玲 有任博桃園報導 事從宏達店其實在台灣社會是很有指標意義的 因為他是發展手機過程當中 本土的品牌 但是這一次要砍一千五百人 也是產業界血淋淋的現實 對沒錯 事實上宏達店在六月二十七號股東會的時候 當時的話 如果大家有看了一個轉播 被股東罵得非常慘 甚至有一個阿伯就說 他把棺材本都賠進去了 他只是想說都已經賠成這樣 他八百五十塊買 可是那宏達店在那一天的股價大概是五十幾塊 所以是幾乎賠光他自己的棺材本 那其實宏達店 他在這個臺股最高市值的時候曾經破照 然後到目前為止的話 以最新的市值的話是不到五百億 可以說這是臺股有史以來最大的 我們把它叫成叫做資金的絞肉機 就牽進去幾乎都是光掉了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主要就是說他自己本身的發展 當然是這個抓錯方向 但是我看到一個點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一個點 因為我們知道王學紅女士 是非常信教對不對 就他在他的董事會裡面 引進一個叫做教友團的董監事 也就是說希望藉由宗教力量來幫助他的公司 但是顯然沒有辦法 那這個給臺灣什麼樣的歧視呢 事實上在產業發展對或是不對的 這個過程中間 這是這個我們自己要好好檢討的 像最近啊 我們講到臺灣的這個產業來說的話 有幾個議題 我覺得大家都很關注 比如說像空污法 空污法衍生出來的這個 包括說像要淘汰十年以上的這個機車的時候 你看就很多人出來說 臺灣的機車那麼貴 過去為什麼這個臺灣的官吹這麼高的狀況之下 臺灣的機車都比這個印印度 或是比越南還要更貴 臺灣人也沒有買到比較好的機車 然後連動的汽車也被人家拿出來檢討 汽車臺灣的汽車價格又比國外的更貴 那好除了這個之外 後來的這個電力來說 最近大家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的風力是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5.8 第二個階段是2.5 為什麼又這麼大價差 臨選跟這個自由競價的價格這麼大 你看大家先來關心的 我覺得他很明顯講的沒有錯 其實大家關心的是 回到根本的問題來說是經濟面的問題 我們剛才講到機車的價格 汽車的價格 電力的價格 甚至前一陣子我們一直談到農產的這個價格 甚至我們最近講到了這個侯友宜的房租的問題 這個其實背後都是經濟的問題 比如說侯友宜 侯友宜的問題是 因為他在那個文大那個地方 如果大家有去文大那個宿舍去看過 那附近的房子來說 真的他的房子已經算是相對比較好 就是整個外觀或是整個樣子 其他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糟糕 像我們以前是在台大附近 台大其實以前我們那個時代的所有人 能夠租到台大宿舍的學生大概只有五十趴 他要抽籤吧 台大大概是只有中南部能夠住 北部的話就是要抽籤 那你當年是抽籤嗎 沒有我們當年不用 因為台大大概住宿舍有 大概有一半的人可以住 所以我們中南部的話都優先 台北縣市的是要抽籤 你如果能夠抽到 因為我是台大 我那時候我是基隆人嘛 在台大也不能抽籤 就是說北北基基隆都不能抽籤 但是黃世聰是嘉義人 所以你是大一一進大學 你就有宿舍住 你那時候的年代幾個人一間啊 我們那時候是 我們那個宿舍是非常老舊的宿舍 我們那個是如果大家去查的話 南十六宿舍 那已經被拆掉了 我們那時候的宿舍 其實最早一開始是八個人住一間 可是後來變成四個人住一間 因為台大有去 台大有去再增建一些宿舍 所以變成是四個人住一間 那其實台大南十六社 過去有非常多的這個歷史 包括以前的陳水扁總統 也住在那邊過 趙少康很多人都住到南十六宿舍 對 都住到南十六宿舍 那我們那宿舍就是 說實在 我們一個學期才兩千五 但是是蠻爛的 那如果你抽不到宿舍的同學的話 像我們有些人是南部人 但是他因為他後來來念建宗 所以他是被歸類在北北基 但是其實他不是台北人 他就必須要在台大附近租宿舍 那我們當時的這個 他們的宿舍裡面的話 大概我們去看過 二十年前 這個房子也是木板隔間 然後也是非常糟糕 那時候就要 要價六七千塊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哇好貴 我們一個學期才兩千五 他一個月要六七千塊 而且他們那一類有一些木板隔間 在外面租的亞房 有的也是兩個四個一間 是就是說他為了分擔房租的壓力 其實也不見得是一人一間 對沒錯 那這個是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的話以現在台台 我們之前教育部的這個數據來說 大概是有一半的人 是可以住在宿舍裡面的 但是私立學校不一樣 私立學校這個 這個學校有宿舍的比例 是非常非常低的 像中部某一所大學 他學生大概有一萬五千人 結果他的宿舍才能夠住 他學校宿舍只能住三百多人 其他人幾乎全部都在外面住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呢 當然早就該拿出來打 所以學校附近就會有很多大學層 對這個這個議題是 包租公包租婆 靠這個固定租金收益為生的案例很多 很多 那我要講的是說 事實上這個問題由來已久 這個侯友宇沒錯 他把這個事情掀開來 但我覺得對他的選舉會不會有傷 有傷 但是傷害不大 因為這是過去由來已久 藍綠事實上 我們如果真的去講 我像我認識一些在南部 一些這個藍綠營或是藍營的這個大咖 他們也是這樣做啊 他們很多 如果真的要查下去的話 其實藍綠都有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 傷是對這個侯友宇當然有傷 但是我覺得這個傷害程度 其實是相對比較有的控制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啦 這個在市長層級 到底要不要討論到統戰 統獨的這個戰爭 我覺得的確是不需要 像上一屆這個連勝文敗 敗給這個柯文哲 我覺得他民調會後來 在這個後來被柯文哲拉開 當然有 他在辯論會上很多話 都講得不太對 但是其實很多人講一句 印象最深刻就是 他一直狂打柯文哲是墨綠 柯文哲就說了 他對不對 你用這樣來抹黑我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 變成是選民在 尤其是臺北市很多是經濟選民 他在考量這個問題本身的時候 他其實會比較以生活面的狀況 去看看他自己 他這四年我到底有沒有過得比較好 這四年到底怎麼樣 他會去比較理性的去 反省過去四年的業績的 這個所謂的施政的表現 但是國家領導人就不見得是這樣 國家領導人更多的時候是 國家的主權的堅持或是什麼 這本來兩個就是不同 不同層級的這個作戰 那你在這個時候提出這個議題 我覺得其實是對民進黨 的確是沒有太大的沒有太大的好處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這種所謂 這個所意識形態問題我覺得是沒有幫助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包括說像這個姚文智 或是說像這個 這個所謂的蘇貞昌現場 現在慢慢都拉回到市政本身的規劃 或是怎樣 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方式能去訴諸選民 可是現在擺在問題的這個重點就是 選民會因為中央執政的問題 來影響到他今年的選舉的判斷力 所以我就緊接下來一段時間是 中央執政到底能不能夠拿出耳目心的感覺 如果沒有持續拿出耳目心的感覺的話 那就是按照現在的基本盤 繼續這樣下去 好阿載怎麼觀察 我覺得現在有一個吊詭的地方 就是民進黨不知道怎麼搞的 陷入了馬英九末年的一個盲點 就是看數字用數字來強變 甚至是用假新聞來壓制所有的反對聲音 那這樣子的做法對民進黨長遠執政真的好嗎 因為你用假新聞來說對方講都是錯的 一時間有效 可是久了人家會看穿 譬如說農產品價格有沒有受到影響 有 但是他用的照片是以前照片 所以假新聞 你一個字也不要信 這種極端的做法對民眾而言 你說服一次可以 說服兩次可以 那長時間來講是不是OK 那你告訴大家說現在 這個大家薪水都成長啊 經濟所得外銷都增加 可是民眾自己會覺得 我的薪水有沒有增加我最知道 我出去買東西有沒有變貴 我最知道 那你硬是要違逆我的嘗試跟我講 那是你錯了 你搞不清楚 你看數字明明證明是更幸福 數字明明證明是收入更高的時候 民進黨會變成一個反派角色 就是我拿數據自以為打臉 但是最後是被人家打的時候 民進黨自己要擔憂的是 我們之前曾經講過 滿意度跟信任度 信任度是最後的防線 我今天可以不滿意這個政治人物 但我覺得他終究會做到 那這個是還有希望 譬如說如果我是同婚支持者 我可以不滿意民進黨跟 蔡英文現在推動同婚的速度太慢 但我會信任他 我相信他最後做得到 但現在的問題是 連那個信任度都已經跌到 到底還有誰信任現在的執政者 跟現在的執政黨 是會完成許諾的 是會讓民眾覺得安居樂業的 如果你連最後這條防線都撤掉 都沒有的話 你講什麼民眾都不信 那所以你的觀察是風向 對執政黨不利 非常不利 那問題是反對黨 在野黨就可以收割所有好處嗎 其實也不是 我們這樣講好了 就算雙方都架的是帆船 可是反對黨現在沒有那個布 就人是對民進黨來講是逆風沒錯 就我們這樣講 他的操盤其實真的很奇特 就你開人家這個逆風還是可以前進 其實反船逆風是可以搶風的 結果你就在那邊滑兩艘船 然後自己在那邊滑滑滑槳 因為吳敦義不在 其實他也不是不在 他是消失 然後整個戰術不明確 我坦白講 民進黨是逆風 但是國民黨是沒有反船的 那就是手動船 國民黨傷風吧 他不知道在幹嘛 我這樣講好了 那柯文哲或時代力量呢 因此受惠嗎 時代力量現在的問題是他船太小 底下有洞在漏水 因為你想想看黃國昌這一段時間 我們講直接一點 他全面開戰打了非常多議題 有的都有重 可是那個重不能擴及到小雞身上 也就是你有看到黃國昌 現在他的議員有多人講說 對 國昌老師打的對 所以讓我繼續做馬前足 那現在唯一在這個逆風裡面得分的 就是柯文哲 因為綠營逆風藍鷹蠢 看起來就白色力量這麼不錯 那我覺得這對整個狀況來講 其實真的非常不好 所以柯文哲現在真的是過得很爽 就是沒有人有辦法挑戰他 姚恩志每次挑戰他自己就受傷 然後腳下又不小心才死幾隻小雞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柯文哲的選舉目前還很順風 但他們也得要小心 好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再過四個多月要選舉投票了 那北台灣這個選戰打得如火如燭 外界這個觀察包含這個外頭的氣溫都很高 但是中南部這兩天真的是水災的水情 傳出來災情蠻多的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個報導 積水在地上快速流動 路面瞬間變成河流 大量雨水淹過路面 柏油路變成一片汪洋淹沒整個大人校區 水從旁邊的門口灌到大人的停車場 停車場也都淹滿了水 車子經過激起高高水花 機車無法行駛只能下來用牽的 好雨侵襲南台灣大人科大風雨避煙 當地住戶憂心忡忡 儘管自己掏腰包裝了防水閘門 效果還是有限 超州鎮的太平路段水淹到半個輪胎高 小客車車排被淹過一半 拋錨停在路邊 品科大的中林路段同樣淹成一片汪洋 拉起封鎖線禁止通行 好大雨不斷淹水慘況 從屏東一路淹到台南 一直淹一直淹 大家都不能過 而且全部都是在水中間泡 台南後壁金寮屋米勒社區 道路全被水淹沒 居民只能涉水通過 看著家當全泡水 居民滿臉無奈 更不用說開門做生意 好雨帶來的災情延伸到嘉義 23號裁風光通車的院新三號橋 短短一個多星期 就因為陸基掏空道路塌陷 大雨下了兩天造成陸基流失 道路塌陷 警方擔心居民通行安全 趕緊拉起封鎖線禁止通行 政府單位強調原因還要釐清 但這樣的施工品質就跟天氣一樣 實在讓人擔心 記者林安平張俊榮嘉義屏東報導 好周老師北臺灣選戰打得如火如荼 但南臺灣這幾天封面一來就淹水 好的其實南臺灣的選情跟北臺灣選情 有非常大的差異 北臺灣非常看議題看風向 很多人都拚命的造勢 可是南臺灣他其實看的是長期經營 還有一些在地的一些人際關係 那其實南臺灣的選情 如果是真的講我們一般俗稱的南部的話 現在還是相對穩定 其實他現在好像有一些這些淹水的問題 但是地方上也頂多是傳出就是說 治水的預算用到哪裡去了 之前花那麼多錢治水 這邊賴清德在臺南市長的任內 也說這個治水是他很重要的成就 錢也花了 那接下來錢差還要再繼續花一匹水利的錢 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 好那這些錢花下去如果還是照常淹 照樣淹 而且這還不是颱風 只是所謂的一般的午後雷震雨 就造成這麼樣嚴重的後果 頂多加點封面 等到颱風來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一些更嚴重的影響 這第一點就是 如果你頭錢下去人家看不到成果 那可能我必須強調這種淹水 如果淹到真的民眾會抱怨的話 一定是有財損的 你這個財損雖然可以用金錢補貼 可是他非常的有限 他會造成民眾心中蠻大的陰影 這其實對於他們的後續 當然選情應該不會有所謂的翻盤的狀況 這至少在南臺灣不會有 那我們這次要觀察重點其實是中臺灣 你如果下雨下能這樣子 要注意現在中臺灣其實正在準備 陸陸續續去收割 他會有農損的 那這些農損其實 當然政府一樣還是在花錢補貼 那就我們所知 這個這些地方政府傾向就是大量的花錢 來解決這些眼下的問題 這是臺北比較不知道的 像我最近有看到好像是據說 澎湖就要加發 這相關的勞人年紀什麼 就是他們直接用發錢的方法來擺平 那我們認為其實這樣子的操作 當然他有票 可是他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經營方式 那中臺灣的工房 中臺灣的工房的重點還是在於說 我們下半年他會有下半年的這些農業的這些收入 因為其實像比較基站的線 像我們現在一般觀察的像彰化還有雲林 那他的農業區的那個影響是非常大 農業的選票非常大 那甚至在地的政治人物 他用來供民進黨還是一樣 就是農產品的價格 那他們會在果菜市場 或是一般的批發零售市場去營造這種 民主黨指正不利 造成價格崩盤的這種現象 因為對臺北人來說 東西當然是越便宜越有利 可是對鄉下人來說 如果他東西賣不掉 對他也是很沉重的損失 地方政府就只好拿錢出來補貼 那當然就是第一 這補貼的錢夠不夠爽 那當然在臺北看來這種補貼錢 其實就是所謂的政策性買票 那就看民進黨願不願意 再把錢丟下去 那我們一般預計 因為到了選舉的差不多前後 其實菜價又會碰到一波 比較不好的情形 那是很自然的 因為會有很多已經收完的田 他開始去種植蔬菜 會造成菜價下跌 所以怎麼樣去處理這個東西 我覺得會是在下半年 特別是選前一個月 在地方額語上影響了一個很重要的層次 那我們一般觀察柯文哲的現象 可能在這些區就影響是比較弱 那明顯怎麼觀察 我覺得當然現在大雨 你想剛剛老師有講到說菜價的問題 接下來兩個 我覺得重要的大節日 普渡 中原普渡 接下來中秋 那只下大雨而已 接下來你七八月颱風還沒來 如果颱風來的時候 跟周老師講了 你政府怎麼依應 颱風來的時候造成的災情 真的很難預估 所以我覺得未來四個月 真的七八九月 這三個月 是真的我覺得 我覺得蔡政府真的要插在等 我覺得最好國安單位 國安會至少要開個會 陰液一下 過去其實 我覺得歷任政府針對陰液 包括夏季這些 汛期 就是說汛期我們要防汛 都要開會啊 你看我們之前前一陣子 還討論說缺水 南部的南化水庫 真文水庫 其實都沒有水了 都快見底了 結果一下子又來下大雨 又淹水了 缺水 就是說集團氣候影響的 你不管該怎麼樣 老講是老天爺 真的老天無情 可是影響到人民 人民的生活就影響到啦 你菜價影響到 你交通不便 我昨天看到淹大水 是淹到 彰化是淹到腰耶 你整個交通 那你包括車子 你家裡面的財產 彰化淹水會影響選情嗎 一定會影響到 一定會影響到 淹水就會對執政的地方 收藏不滿 對因為民怨一定會發現 民怨不可能說 我怪老天 我覺得一般人民眾很簡單 如果做不好 一定他都怪罪到政府 所以政府就會變成一個出氣筒 就要蓋瓜承受 我覺得是政府沒辦法 政府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就說 只要任何什麼風吹草動 十一住行做不好的 我就不論天氣啦 交通什麼事件 都會怪到政府 所以政府很難為啦 可是真的 只真的就要蓋瓜承受 好我問一下這個 世聰嘉義人怎麼看 我覺得水利建設 當然會影響到 因為其實算是在這個 比較沿岸的地區 像彰化雲林這一帶 其實長期都受到這個水的這個問題 那政府也說啦 政府過去時間 也是砸了非常多錢 在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 也很多都是跟水利相關 可是很顯然 這個目前的水利建設 都沒有起到任何的效果跟影響 那我覺得這個是短暫性 當然會對為這個彰化的 這個民進黨的這個縣市長 會有一些些影響 但是中長期還是又要回到基本面 只要說這假設這個在這個 所謂颱風的季節 沒有再更大的淹水 然後這個蔡家也維持相對的穩定 或是怎樣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對民進黨來說 就已經算是一個歐彌陀佛 就可以在這個 還有機會一搏 那另外我講 我最後講一點 就是說我覺得現在台北市的這個戰局 有點像大家如果記得 這個氏族賽的話 德國跟韓國那一場比賽 我覺得現在丁手中 就有點像德國 他覺得他穩贏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公 就那這個柯文哲 我覺得就很像韓國隊這樣 他到最後的時候 只要他現在目前的民調跟這個 跟這個所謂的丁手中 差距不遠的話 我覺得他最後搞不好 會真的就逆轉勝 這丁手中多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氣勢問題 你要當一個 我覺得這個一個領導人 其實有時候很重要的是 你的態度 跟你的那種企圖 丁手中的態度不對嗎 我覺得他就沒有在選舉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個僵持到現在為止 只要柯文哲民調 一直沒有被拉開的時候 我覺得到快要選舉那時候的話 我覺得或許有逆轉的可能性 你的觀察是手勢 可以得到藍營的基本盤 但是其他的中間 他沒辦法開過出來 他沒有辦法開過 那你看這個 隨著這個時間 慢慢慢慢演進下去來說的話 姚文哲目前也起不來 所以你看這個狀況來說 的確只要他這個柯文哲 目前一直一直呈現這樣的態勢來說的話 我覺得的確是很有可能逆轉勝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看年代向前看 接下來晚上六點整 歡迎大家準時鎖定 年代Match台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每週一到中午晚上六點 在年代Match台三十八台首播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是怎麼樣 健康使用優質蛋白質 人體上有很多必須氨基酸 必須由攝取蛋白質來獲得這樣的 安全性能